香化縣園林鎮寓議公居公團 在廟方主持黃世忠的率領下 特別將信徒普渡後捐贈的物資 載到竹山來 並在議員蔡宇柱的帶領與協助下 將物資分送到竹山鎮多個里長家 唯有里長分送給里內的弱師戶 非常感謝我們章法官 我們元寧又一宮 他每一年在中原報道後 都把他們的貨幣的供品 都會把他們的貨幣一包一包 來到我們竹山店 讓這些艱難的邊緣戶 讓他們來做這個救助 這些稍微濟工 已經連續第四年來竹山 來發放這些物資 此次共計有中鎮禮、夏萍禮 等竹山鎮內多個里的弱師戶受到幫助 對於育義工的善行 里長們也帶李明們表示感謝 蔡議員的推薦每年這個時候都到我們的社區來關懷 送很多的物資 對我們的社區弱勢的家庭幫助非常大 要感謝祐一宮 年一年都有來幫幫忙 讓我們這裡有些困難的人 幾乎也有創作火去比較好 育義工今年以示連續第四年 委託議員蔡宇柱發放 也特別感激議員及服務處團隊輕力輕微 讓此次物資的發放如此順利 園林義工是坐落在園林湖水巷 天上正母娘娘 十二方善眾 累積的一些物資 我們就發放到 透過我們這個議員 地方的議員還有各地的里長幫忙協助 我們發揮媽祖慈悲的精神 我們把它發放到各地來 最主要是跟大家做一個結緣 那也做一個拋磚引役的工作 對於育義工的善行 議長和盛峰是相當讚許 鼓勵縣內普渡法會後 能夠仿效這樣的做法 讓縣內各地的弱勢戶 能夠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民意學員熊心以竹山採訪報導